江城难道要变天了 他视线又注意到了叶家墓碑上的血印 鲜血还没有完全干 说明那个人没有走太远 那人为什么要把摇金谷的头颅放在叶家的墓碑之上呢 叶家 摇金谷 为什么偏偏是今天 难道有什么联系 江淑然眼眸充斥着前所未有的严肃 突然他的瞳孔放大 他想到了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可能 叶家和摇金谷唯一的联系 就是五年前云湖山庄的那场宴会 更诡异的是 那场宴会的惨案发生的时间就是五年前的今天 这一切联系起来就像是复仇 有人来找摇金谷复仇了 为了五年前云湖山庄灭门的叶家 不光如此 江淑然又想到了前几天陈正国和陈锋的死 他们的死同样无比残忍 没有人知道杀他们的是谁 只知道两人死前仿佛见到了极其恐怖的事情 陈正国陈锋 再到现在的摇金谷 叶家唯一的联系就是五年前云湖山庄的那场宴会 此刻的焦书然心底掀起惊涛海浪 一股死亡之感慢慢地爬上他的心头 这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惧 因为他们楚家也在那场宴会之上 又有谁知道楚家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陈家 他楚书然又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被斩断头颅 献祭给叶家的摇金谷 究竟是谁 谁要为叶家报仇 楚书然不再多想 立马回到了家 更是让下人去调查了所有天荡山附近的摄像头 如果找不出那个背后的人 他根本无法心安 这关乎楚家的生死存亡 但是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天荡山所有的摄像头 当天数据都被清空 哪怕方圆五公里外的交通摄像头 也都出了问题 谁有这个手段 操控整个江城的监控系统呢 这已经是一手遮天的能力了 楚书然发现那个背后的人 简直如幽灵一般 无法捕捉 他背后彻底湿透了 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爸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大都公寓 叶晨和孙姨回到了家 孙姨硬生生地 把叶晨拖到了厕所 洗了一个澡 然后直接站在门口 督促着叶晨躺下补觉 这大白天的 叶晨真的睡不着 何况他作为修炼者 睡觉对他来说 真的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孙姨见叶晨不肯睡 心中的担心犹胜 他以为叶晨还在想着父母去世的事情 这对他的打击一定很大吧 如果换成是他自己 说不定早就崩溃了 答应我 你就睡一下呗 你整整一天没睡了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 这对你的身体是极其不利的 孙姨走了进来 站在叶晨的面前轻声道 其实他也差不多一晚上没有睡 现在已经有些困意袭来 更是打了一个哈欠 叶晨自然是察觉到了孙姨的困意 这丫头估摸着昨天晚上担惊受怕了一天 从某种程度上完全是自己害的 关键是到现在为止 孙姨都没有问起昨天晚上的事 似乎是不想给自己压力 叶晨犹豫了几秒 还是妥协道 要我睡也可以 你也必须躺下睡觉 孙姨一听理解错了意思 以为叶晨要和他一起睡 脸蛋瞬间飞红 更是娇嗔道 叶晨 你这家伙怎么一天到晚就这点坏心思呢 叶晨满脸疑惑 他哪有什么坏心思啊 只不过是让你回房间休息而已啊 他刚准备解释 孙姨咬了咬嘴唇 似乎下定决心了一般 开始脱衣服 看在你昨天动了一晚上 我勉为其难答应你这个无礼的要求 但是你不能碰我 如果碰我 我会咬你的 哼 叶晨完全正住了 孙姨要陪自己睡觉 他咽了咽口水 心中期待了什么 只不过孙姨只是脱掉外套 并没有脱掉里面那件T恤 那火爆的身材 并没有彻底暴露 孙姨看了一眼自己的裤子 总不可能穿着牛仔裤睡觉吧 于是他命令叶晨道 你闭上眼 然后睡进去 我要脱裤子了 叶晨自然会议 颇为老实地睡了进去 更是闭上了眼眸 很快 他就感觉到一团温暖的郊区 进入了他的被子 孙姨侧睡着 背对着他 孙姨似乎察觉到叶晨的注视 转过身来 和叶晨面对面 他有些紧张 鼓作镇定道 我警告你 我可是学过跆拳道的 我踢人很厉害的 你如果敢有什么想法 我一个侧踢 再一个神龙摆尾 神龙摆尾 好像不是跆拳道的吧 叶晨弱弱道 孙姨道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是我自创的 哼 说完 孙姨便转了回去 恢复原来的姿势 房间陷入了许久的寂静 不知道过了多久 孙姨轻声道 叶晨 你睡了吗 没有 我现在回想起来 有些害怕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就一下 叶晨看着面前一个 楚楚动人的少女 自然不会拒绝 她道 好 你转过身去 如果正面抱 那个姿势太尴尬了 孙姨声音很轻 她的脸如鲜血般红艳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提这种无理的要求 甚至担心叶晨会不会认为她有些浪荡 不多时 叶晨刚想说话 就听到耳机传来了沉重的呼吸 孙姨居然已经睡着了 她实在太累了 一个晚上无法心安 这一刻抱着夜沉 让她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三个小时后 孙姨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这一觉她感觉睡得太沉了 不过倒是很舒服 她睁开眼睛有些难受 嗯 一秒 两秒 三秒 直到门铃的响起 才把两人拉回了现实 孙姨连忙起身 眼神都在躲闪 我 我去开门 出了房门的孙姨 长嘘了一口气 不再多想 孙姨整整头发就去开门 门打开了 让她意外的是 门外居然是一个 容貌完全不输自己的美女 你是 孙姨不记得认识眼前的人呢 沈梦佳看到开门的 居然是一个陌生的女子 也是同样疑惑 她记得调查显示 这明明是叶先生住的地方啊 她扫了一眼面前女子的身材 心中竟然产生了一丝溃败之感 江城居然有身材这么完美的女人 关键这个女人脸色这么红 叶先生也在里面 金屋藏胶 一定不会的 叶先生怎么会在这里 估计是她弄错地址了 你找谁 孙姨皱着眉头轻声道 沈梦佳刚想说话 只见叶晨赤裸着上身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当看到沈梦佳 叶晨这才想起 今天约了沈海华一家吃饭 本来自己说提前会打电话给沈梦佳 结果睡过了头 她直接把这事忘了 沈梦佳看到叶晨的出现 又看了一眼脸色飞红的孙姨 瞬间明白了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心有些空落落的 就好像丢掉了什么东西一般 她一直仅存的一丝希望 就这样彻底打碎了 孙姨作为女人 看到了沈梦佳的变化 自然明白了什么 她本能产生了一丝敌意 毕竟沈梦佳的容貌和气质 完全不输自己 她倾咳一声对叶晨问道 叶晨 她是谁 沈梦佳将脑海中的思绪抛开 笑了笑微微鞠躬 对叶晨道 叶先生 因为今天一直没有接到您的电话 爸爸有些着急 就让我来找您了 有些唐突实在不好意思 叶晨穿好衣服 直接写了张纸条 递给了沈梦佳道 这是今天晚上吃饭的地址 是我朋友的地方 你和沈总说 晚上六点不见不散 沈梦佳轻点头颅 深深地看了一眼孙姨 便告辞了 等沈梦佳走后 孙姨颇为八卦地凑到了叶晨的面前 好奇道 那个漂亮的女孩是谁 我看她对我有些敌意呢 是不是你的老相好 叶晨摇摇头解释道 沈海华你应该知道吧 就是那个北明集团的老总 她是沈海华的女儿沈梦佳 之前答应今天请她们吃饭的 结果忘了 这不 人家就找上门来问了 我和她不算很熟 只是见过几次面 孙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突然想到了什么 眨眨眼 那个 我今天也不太想做晚饭 要不你烧烧我吧 叶晨没有多想 答应下来 何况汪叔和张阿姨 孙姨应该也认识 也算自己人 大都公寓外 停着一辆家常林肯车 沈梦佳气呼呼地打开车门 坐了进去 沈海华见女儿回来了 心中一袭 梦佳 叶先生在上面吗 你见到了吗 沈梦佳直接将手中的纸片 扔给了沈海华的 那 那家伙在上面 快活着呢 沈海华作为商业巨拨 察言观色的能力是有的 他看了一眼纸条 笑道 难道你看到里面还有别的女人 沈梦佳撇过头去 气呼呼地道 我本来还以为 这叶先生是一个君子 没想到 他也喜欢那种 长得好看 性感的女人 不过话说回来 我如果是个男人 对那个女孩的身材 也没有抵抗力 他觉得还不够节气 又道 爸 你别让我再接触这个叶先生了 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可不想做小三 对吗 我会来 你快点 坐这号 你 我 你们 我 感谢观看